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非常高兴的我们能够再次邀请到 我们的太平行动党国会议员 外比尼科敏上来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第一次上来我们节目的 这个竞选门2.0的发言人 叶瑞生 瑞生你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加玛这一号人物 这样加玛我们想不给他红都不可以了 他已经是快要几乎众所周知了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你觉得加玛这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背后有幕后主使呢 我先,好 俗话说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加玛这一号人物 如今已经是马来西亚整个的社会公敌 那么你说他这一号人物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加玛不过是巫统手中一粒旗子 他背后真正的主使人就是在整个巫统的政治操盘的计划当中 为什么要用加玛这一号人物 我们看他的整个时空背景 加玛是原本只不过是石根庄 一个烧鱼档的老板 烧鱼档的老板 大家都知道 他的一干八咖 现在也已经差不多是要破产了 他就是在Berset IV的时候 当时Berset竞选盟第四次大集会 成功号召了整五十万人 在吉隆坡两天一夜 那么加玛是为了抗衡人民力量 而横空出来的这一个人物 他背后的主使 当他主办红衣大集会 出席的亲一色都是巫统人 包括巫统的部长 巫统的副部长 所以他本身就是巫统手中种族主义的一个妻子 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整个政治操盘 要稳住巫统的马来基本盘 因为巫统知道 非马来人已经远离巫统 渐行渐远 而且许多非马来人 都痛恨巫统的种族主义 但是巫统必须要稳住他的基本盘 所以就必须不断的操弄种族的情绪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本身加玛这一个人 也甘于被利用 这种就是人家说 好婆遇上寡老 应该差不多可以说是这样 互相利用 所以来破坏整个社会的法际 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其实是有邀请加码或者是他派代表过来的 不过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们要准备接下来的造势活动 所以无暇上来 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让他可以当面跟我们说清楚为什么他做这么多动作的背后的原因啊 那种族的目的 好 来回毙你可以继续 好 我跟我们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 今天晚上我们原本呢 我和瑞森兄 我们都期待加码 他的所谓的华人代表 能够跟我们坐在这边摆事实讲道理 让全国包括全球的网友都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那么他们不敢来就用行动证明 有人做贼心虚 他们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明知道自己是目无法纪 逍遥法还可以为所欲为 自守这天 背后只有一个主持人 大家都清楚 他背后的后台就是巫统 背后的后台是巫统 瑞森你怎么看呢 我基本上是 统一可敏兄的这个看法 就是加码这一号人物呢 就是巫统的 这个其实就是巫统一贯的手法 在513的时候 也是他们会有一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号人物去搞风搞雨 然后让这个政府可以 震荡化他们的这个 对公民社会的镇压 对反对反对党人物的这个逮捕 那么所以之前其实这个角色 过去是伊布拉比马利来扮演的 那个土权 就是土权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土权的 这个伊布拉比马利 基本上他是比较倾向支持 马哈迪了 马哈迪现在是反对这个 Najib的这个政府 所以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伊布拉比马利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必须要另外找一号人物 来扮演这个角色 然后去把这个马来民族的这个群细搞起来 那么所以加马基本上就是扮演过去伊布拉比马利的那个角色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伊布拉比马利他的那个手法呢 是更加的一个激进 从他们的这个言论和他们的这个动作 就是到处去阻挡这个进贤门的这个车队 甚至试用暴力对这个进贤门的这个支持者 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是任何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如果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立刻就是进监牢了 就是立刻就被警方当场逮捕 然后立刻入安 然后可能就是立刻被控告上法庭了 但是在加马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基本上他没有事情 他那个时候很多天呢 他的各种的这个言论 包括说他这个要 这个要就是 甚至有点统言说 五一三的那个情况会再出现 那么但是基本上就是 这个当警方要逮捕他的时候 要调查的时候 他就跑去外国了 然后回来 在机场他被逮捕 然后被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形式化的一个程序 因为他出来过后呢 他就立刻向这个竞选 竞选门宣战了 而这个宣战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总警长的回应是什么 总警长的回应是说 这个只是他口头上的一个花招 但是并不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他真的要采取这种宣战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们在过去的他的这个过去的手法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 他其实是并不会说 并不会说不会适用暴力的这样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觉得总警长作为全国第一号的警官 他应该先做调查 才做结论 而不是先做结论 然后才做调查 这个是很不专业的一个警官的一个手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今天晚上谈的主题呢 就是红山军加码之乱 我们既然是加码之乱这个主题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先来数一数加码的罪行 你看第一加码曾经发表 Gina Barbie 华人是猪 辱骂其他种族的言论 这个第一已经触犯了1948年的这个煽动法令 事到今天还是逍遥法外 这证明背后有人在纵容 第二他又在曾经发表过说 不惜要用Mamandidara 浴血一战让你们用他的鲜血来燃红其他的人 这个肯定也触犯了刑事法典第506条文的刑事恐吓 包括刚才瑞森兄所说的 他曾经发表类似要号召513的这个举动 都是触犯了刑事法典的刑事恐吓 所以除了他就触犯刑事法典 又触犯这个煽动法令 可是到今天他都逍遥法外 可是总经常讲的他只是空口而已 他并不是真正 那么我这边呢我们提出同样的这个标准 同样的法准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宪法第八条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就拿这个国际国会议员联盟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Union IPU的报告 IPU针对马来西亚这个国会的人权记录 显示大马在Najib领导之下 至今有多达19名 19名民选国会议员 因为发表种种反对政府政策的言论 而被逮捕以及提控 整个报告涵盖全球140个国家 马来西亚的这一个被逮捕和提控的 国会议员人数是全球第二多的 只比非洲的刚果少一点点而已 这体现如此不康的记录 是显示了国阵自首遮天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无的地步 所以这加马不同 他好像是活在另外一个 有特权的国度 他可以为所欲为 他可以公开羞辱其他种族 可以公开刑事恐吓 甚至于他上个星期 到当今大马的办公室 要动员要拆毁 整个当今大马的办公楼 这一些证据 在网上无论是video或者是照片或者是报导 里面媒体的报导全部都是铁证如山 物证人证都有 那么关键就回到了 为什么到今天 我们的总检察署竟然没有提控加码 这是全国三千万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是背后有人撑腰 凭什么到今天你无需为他的行动负起任他的责任 我刚刚你们说巫统在背后撑腰 可是没有证据吧 对不对 这种就是你们所谓的把他所做的 现在他没有被提控 他还可以继续这么做 这是你们想出来的 可是没有一个识顺的证据 我可以说实际的证据全部都有 我就举几个例子就好 星期二我在国会开会的时候 国会有一个休息室 是专门给部长 副部长和国会议员的 连记者都不能够进去的休息室 加码竟然可以大摇大摆 进去部长的休息室 然后跟部长一起喝茶 那么这一点显示他跟巫统的关系 已经是不是说狼狈为奸了 简直就是光明的正大的勾结在一起 而且他本身他不要忘记加码的身份 他除了是四根庄的烧鱼老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他就是巫统大港区部的主席 如果这个还不代表巫统 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叫代表巫统 因为巫统有几个领袖一直在撇清关系 这个只是加码本人 个人而已 撇清关系的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挑战巫统 第一 为什么你不开除加码 你如果不是姑息养奸 为什么你没有开除加码 你还让他继续担任区部主席 大摇大摆 放纵他 这个很简单吗 第二 派清 派清这个关系 撇清关系 撇清关系 讲得非常简单 就是狐狸尾巴一摇 我们就知道 他的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种就是典型的双面人政治 双面人政治 一方面要安抚非马来人 一方面就在背后 这个鼓动 煽动 马来同胞 来在这个 激起他们的这个民族情绪 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你是看到 因为你这个首相是人民选出来 然后你的责任是要照顾这个 管理这个国家 确保他安定 是会稳定 如果有犯罪的行为 必须要采取法律行动 那么在加码的这个课题上 基本上我们的制法单位 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是他们有调查 然后但是并没有 并没有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把他们扣靠上法庭 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事件上 在你这个国 你管理的国家发生的时候 一国之手竟然一言不发 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国之手首相总统 一定会第一个谴责 但是在这个加码的这个事件上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首相 一句话都没有说 然后也没有公开谴责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 发出了一个很坏的讯息 就是说你可以继续做 那么我们是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 你继续做 那么这个是我们要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所以从这一点 然后从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可以为所欲为 然后从总警长的言论 和首相一言不发的那个态度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 就是基本上他的这些动作 是得到了默许 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祝福 有姑息才会养奸 我们如果将心比心 今天加码的所作所为 包括辱骂华人士猪 换成是行动党来做 你说会不会即刻逮捕 24小时后马上控告 我们用相同的标准 如果今天加码的所作所为 辱骂其他种族举行非法集会 然后这一个刑事恐吓 甚至于暴力殴打人 又打又踢 大家都有在面子书上都看到了 所放下种种罪行 换成他所做的 是公正党或者是行动党所干的 你说会不会逮捕 会不会马上控告 所以如果会 那么为什么政府现在不抓人 这一个我相信 总警长Kalik和总检察长Apandi 他们两个都欠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如果他不敢逮捕提供 不敢维护法治 他们两个应该马上辞职 这是应该做的 因为他是人民公铺 你领的是公民的薪水 可是你没有办法 这很好的大公正不阿 大公无私的这一个来维护法治 就是属职是这 那么应该辞职 换别人来做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首相 我们的人民公铺 包括总检察长总警长 都是债务旁贷 绝对难辞其咎 而且还有首相的副首 内政部长Aman Jahik 他本身也应该负责任 他是内政部长 这个是属于他治权下所管理的 为什么他可以纵容加码 所以是Najib Jahik 总警长总检察长 全部都有责任 而这就牵连到一个更严重的课题了 就是整个国家机制机构 几乎完全公信力沉入谷底 完全公信力破产 那么这才是马来西亚现在面对真正的危机 真正的危机是所有的政府机关没有一个有公信力 没有人民不再相信他们 公信力破产 道德破产 诚信破产 那么基本上当诚信破产的这个领导 就好像瑞胜刚才所讲 要怎样再领导这国家 迈向所谓什么2020年先进国宏愿 这些全部都是难科一梦 所以Berset才有他存在的必要 存在的必要 这你觉得刚才您说了 他这样加码这一号人物 他出现他最终的目的 真正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捍卫他说他是为了他们是支持首相的 他做了这么多东西一连串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很明显 就是第一就是要制造恐慌 那么因为我们从过去的两届的大选的成绩来看 就是我们整个那个趋势是反对党的实力越来越强 从2008年反对党否决了这个国会的三分之二 然后到了2013年不只否决这个国会的三分之二 甚至在整个全国的投票率上面是胜过这个国阵 所以国阵失去了多数 我觉得他的动国完全认同 然后在这个如果他们不阻止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很担心下一届大选 他们只是输掉这个中央政府的这个政权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 他们只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他们继续开放 希望赢回这个民心 但是这个是他们不会走的路 另外一条路就是继续的增压 那么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二法 一套又一套的出来 在国会里面一项一项的通过 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 我们的前首相敦马就 他就说了 又说担心说 接下来如果这个加码继续这样子的话 所以在Bresay大集会那一天 他就会骚乱 骚乱了过后政府就可能可以援引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 来逮捕 就是来颁布这个所谓的保安区 这样子的情况 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吗 我们先讲这个加码的动机 加码的动机叫做 司马昭之星 路人皆知 就是他就是要制造混乱 混乱的最终的目的 除了记起马来民族的情绪以外 不过我觉得这一方面他们是失败的 因为加码举行了这么多场集会 我还同时应该要赶激红山军 因为红山军之乱 使到越来越多人包括马来同胞 对佛政和巫统反感 所以他这一个已经有这样的趋势吗 基本上有 因为如果是真实的话 他不可能他的机会就只有那三五百个小猫两三子 整个马来社会基本上都是属于善良和中庸的 但是加码走的这个极端 并没有在马来社会引起很大的共鸣 反而是一种负面宣传 所以我要感激加码 因为他所作所为 让更多的人讨厌和厌恶国政 讨厌这个巫统 那么讲回刚才敦马哈蒂所说的这一点 我们要看回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 那么这一点 这个我相信 国家安全理事会这个法令 是这近二十年来 国会通过这么多法令 唯一一个不获最高元首预准的法令 就是连统治者理事会和最高元首都反对 通过这个法令 这个法令呢 不过他们没有公开的 因为他们没有公开的反对的原因是 统治者在宪法之下不可干政 但是统治者已经采取了在法律下 范围内所做的 能够做的他已经做了 他已经发出新闻声明 同时发出公函 要求首相Najib把这一个退回这一个法案 叫他去国会重新提成 拿来修正 现在是 国阵基本上是 违反了统治者理事会 最高元首的指示 所以最高元首并没有预准这法令 因为这法令基本上把马来西亚 从民主推向极权政府 他的法令的内容 我今晚没有时间想谈 我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让首相 这个掌控几乎党政军所有的权力 让首相一人自守这天为所欲为 所以是觉得有可能到时候用 那么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戏码来演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说 敦马达的推测 也未必完全正确 主要你还要看红三军 他本身就算他 他在马来社会 所能够得到多大的回响 因为如果起反效果 甚至于死到今天 巫统失去他的基本盘 我觉得Najib作为一个老谋生算的 从他过去的记录 他不会贸贸然去颁布 这一个所谓的保安区 因为你一半部保安区 显示你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那么你马来社是靠 完全是靠出口贸易 和制造业来生存的国家 一旦你颁布了紧急状态 你肯定会很严重的打击国家的经济 只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感 到时候真的走到有一句话说 官必民反 民不得不反的这种地步 所以你的看法反而是跟前首相 有点不一样 来我们这边有一个网民的问题 CK蔡就问 加码如此作乱的行为 对国阵未来选举的选票 会是加分还是会减分呢 我觉得在某种层数上 它会是一个减分的一个动作 因为虽然说它的这些做法 是希望说去鼓动买人的群态 而且它的这些做法就是说 它是在捍卫买买人的权益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民 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今天马来社为什么会沦落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知言富有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会沦落到 到今天我们要GST 我们的所有的油价要一直在涨 然后百物涨腾的一个情况 人民生活很辛苦的一个情况 奖学金的数额被削减 各方面的这个复利都在削减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人民其实是 是感觉到那个生活的很辛苦 而这个加码的这些动作 基本上刚才这个可敏兄提到的 其实是没有在马来衣群众里面 引起太大的一个供应 因为大家很清楚看得到 今天人民生活的就是这样辛苦 但是首相的户口竟然有26亿的这个钱 不止26亿42亿 42亿 可是瑞生这一点其实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说 这没有在马来衣人是会提起涟漪吗 可是这个标准是不是要得到这个验证呢 是不是要等到Berset 就所谓的Berset五集会的时候 有很多马来衣人出来才能够得到得以验证呢 就是上一次我们知道马来衣人很少出现嘛 我觉得不会在这个进选门的这个大机会里面去验证 要验证的话会在选举的时候 当选的时候 2008年选举的时候 2018年马来选举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马来衣人会当然 因为这个我们看整个马来衣人会的发展 其实是相当依赖政府的这个资助 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是不会很公开的 去反对这个政府 因为这个将会影响到他们各方面的这个福利 所以但是我觉得在投票的时候 那么他们可以就是比较放心的去做那个决定 所以在你的角度而言 你还是对马来衣人有信心 在下一次的时候这样子加码这种动作 其实是让国阵反而就是我们说弄巧反拙的 他到最后不是得票更多 反而是会损失更多的票 刚才你的问题是说 针对加码的针对决定决动 加码如此作乱的行为 会对国阵 会是加分还是减分 我个人看法是一定减分 在非马来人的角度来看是减100分 在完全减分 在马来人的角度也要看分两派 开明中庸的也减分 只有那个极端的 钻牛角尖的 就是巫统的极端派 那个方面他们因为要保住基本盘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作用 但是有一句话说 历史不走回头路 一开始刚才瑞胜已经分析了 308大选国政历史上第一次 有史以来第一次 失去国会三分之二多出 505大选的时候 他进一步的被削减他的这个权力 不但失去了三分二 还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多数票 Only popular 所以无三不成立 308 505 2018年 马来同胞很可能会借起格隆邦来由 因为我恒金跟敦马迪 去到马来腹地就是Felda Felda是这个耿治民区 也是过去非常感念 敦拉萨的这个功劳 可是当敦马迪进去的时候 所有的肯治民几乎全部是忘我的 一面倾向敦马迪 他们也非常接受敦马迪所讲 所以如果这个最保守的马来区 最保守的马来乡区 对于敦马迪所讲的也引起这个共鸣 我觉得来届大选不只会掀起这个非马来人方面 会继续推动改朝换代 连马来社会都很有可能会推起死无全力的政治海啸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这是我的意愿 就是你们觉得说是减分的 你们两位都觉得是减分 可是如果是减分的话 为什么巫统 所谓的巫统还在背后还要这样做呢 基本上一个动作也是在于转移视线 因为过去以来呢 我们时常说巫统啊 他能够赖以生存是靠3R 三个R 什么叫做3R religion race and royalty 你去看整个巫统的历史 一旦巫统碰到危机 他就是操弄这3R课题 用种族宗教王权 来鼓动马来民族的情绪 然后让马来人没有安全感 让马来人有危机感 然后能够回到巫统的保护伞底下 这个是一路来60年来 一路来一贯的伎俩 从Piramdi的时代到今天 这一个City Nuhala Ziza的时代 都是用同样的手法 但是 赵虽然说不怕用老 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马来青年 已经不受这一点 因为他们看清了 巫统在宗教和民族的 这一个包装底下 事实上它的真相是 真的是烂到不能再烂 最近我们也知道说 加玛一直有提出一个点 就是说 包括Brissey 他们的资金是来自 索罗斯 国际金融大二的 开放社会基金会里面的钱 他们所注资的 所以可以说明一下吗 就是我们知道Maria青也承认说 有拿过他们的钱 可以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吗 因为他们说 是要推翻这个政府 其实 其实 索罗斯的这个开放基金呢 他们的目的 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推动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 那么最主要的两个标准 就是尊重人权和这个民主 民主化的这两个标准 那么并不是所谓的要推翻政府 只要你这个国家是尊重人权 而且尊重这个民主的这个成绩 基本上就是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 那么 索罗斯的这个基金呢 它们你只要是 它是开放的 就是说公开给世界所有的非政府组织 人权组织去申请它这个基金 你都可以提出申请 那么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符合它的那个宗旨 就是推动人权和民主的话 所以是Berset主动提出申请的 是 是 是 所以Berset是在2011年 是有得到这个 索罗斯的这个开放基金的这个资助 但是 今天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要质问的就是 即使是我们像这个开放基金 这个款项 基本上是有怎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 是一个公开的其实 就是 可以打猜一下吗 我可以知道多少钱吗 那笔钱是多少钱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是100钱 就是美金 100美金 那么 这个其实也是公开 这个也是 其实政府是知道的 因为所有的款项 都一定要向国家银行报告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其实是政府知道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 这个 为什么公民社会呢 去外国拿资金 会有问题 而政府 去外国拿资金没有问题 这里是有一个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 可是你们刚开始去申请的时候 有没有顾虑呢 有没有一层顾虑 因为毕竟1998年的时候 这个金融风暴 我们是不是要关注我们的政府 在这个金融的这个架构上 和这个政策上 没有一个更稳当的一个 一个手法去处理 我们的这个金融的 的体制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贪污的弊案 很多都是 像包括 过去我们的那种很风险很大的 这些投资 到最后损失了很多亿的这个金钱 这些都是我们要要质问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个索罗斯的 他的 他的 他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投资家 任何的投资家 你投资任何的一个生意 任何一个市场 都会有损 也会有 也是会有赚 盈亏自负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因为 在我们的 基本上 从我们的看法来讲 就是我们 跟他们 申请这个资金 也不一定拿得到的 我们拿到了 但是我们拿到了 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 你不可以干预我们 所要做的东西 你不可以去 背后指使 指使我们要做的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如果你干预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拿这一笔钱了 这一件事情 可是会不会有一个这样子 因为毕竟那时候他是被点名的 我觉得从这件事情 我们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 持平而论 George Soros 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成立的开放基金 在推动全球的民主人权 这又是另一回事 他个人呢 以作为这个金融吵架 那么当然 这个有被他批判的 被批判的这个理由 可是这个跟他成立的资金 应该分开来谈 他所成立的资金 在推动全球的民主和人权方面 有他的贡献 而今天 Bersey向他申请 那么主要的目的 第一 他不可以干涉 索罗斯并不能够干涉 他捐了就捐了 那么Bersey的目的 我们要看的是 Bersey成立的宗旨 是不是值得大家去支持 那么Bersey成立宗旨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为了什么 以和平的手段 推动干净公平的选举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目的 怎么可能得到全国 这么多人的共鸣 每个人都要干净和公平 哪里有人要安脏 要干净的政府 你看我们Bersey 5 这一次的五大诉求 有哪一个是要用暴力的 绝对没有 任何在机会上导弹的 就一定我可以拍胸口保证 一定不是Bersey的人 如果有人敢在机会上导弹 那肯定是有人派进来的 来参加Bersey的人 包括我认识很多 专业人士企业家 等等都是受过高深教育的 他们不持劳苦 舟车劳顿来参加Bersey 就是爱这个国家 要救这个国家 所以才要自逃腰包 每一个人三更半夜开车 来自荣波 来参加这个和平集会 我们强调和平集会 不容许任何人可以带任何的武器 水平都不鼓励 你一定要和平 你最多能够做一件事情 就是穿上那个 崇尚干净公平的黄色的衣服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就是 OK 你非政府组织 拿了这笔钱做什么东西 对 目的是什么 会不会审查资金的来源呢 资金的来源当然我们会审查 就是说如果是有一些资金 是来历不明的 或者是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会拒绝这样的一个资金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审查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 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金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才去跟他申请 因为他成立这个基金的目的 就是推动民主和人权 这个是我们认同的一个宗旨 认同的一个目标 这个其实是全球的一个价值观 甚至是联合国都在鼓吹这样的一个民主化 或者我这边我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 补充一下瑞森兄所讲的 竞选盟向开放基金申请 对这个款项是大概马币30万元 30万元国外资金进来 一定要经过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币本上这个周 他们都知道有这笔资金进来 所以说阿基格的26亿进来 他不懂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这30万进来 基本上马来西亚有足够的法律框架来管制 我们有这个反洗黑钱法令 我们有这个反恐法令 所以他国家银行都可以审查竞选门 尤其是竞选门 这个可以说是万众鼠目的非政府组织 肯定政府当局都对他宠爱有加 一定是经过多番的审查 而到至今都不是问题 就证明这是一个合法 合情 合理 如果合情 合理 合法 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个全世界都开放的资金 而且他这一个 我们马来西亚有这个反洗黑钱法令 如果他资金来源可疑 资金来源可疑 随时国家银行和布格尔曼 都可以来充公这笔资金 所以他们是在迟到的 所以2011年到今天已经5年了 我相信那笔钱也用完了 因为那时候是Berset 3 Berset 4 所以根本是莫虚有的罪名 洪山军要扣帽子 有时候也要做一点功课 而且其实竞选门一向来这个账目是公开的 每一年也要向社团注册局存报的 所以任何人可以审查 但是我们要质问的是 为什么Najib的26月是不能公开的 我们能审查吗 这个总警察师的报告 是在机密法令之下被保密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在质问开放基金的课题上 其实在转移视线 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现在我们的官方机密法令 原本是用来维护国家安全的 现在官方机密法令 这个OSA 已经沦为了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只要是贪污腐败 drop一个Russia 就全部人不能够过问 只要过问的就要像Rafizzi一样 下个星期一要接受法庭的判决 所以这个根本就已经是 倒行逆施已经是胡作非为 到一个非常离谱的地步 官方机密法令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却成为贪官的保护伞 你可以想象如此的可耻 简直就是国耻 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位网民的问题 而且网民很多问题 就是Lim Sijay说 我想问Berset知道红军 其实红仪人 我不称他为红军 红仪人将走向Berset 那进行门会做什么来保护出席者 还是依旧叫出席者不能动手乖乖被打呢 那很好我的问题 金贤门一向的路线都是非暴力的抗争 当然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 但是同时我们还是要遵循非暴力的路线 基本上主要的我们觉得非暴力在全世界各地都证明了他们的利益 这怎么办如果那天他们先动手的话 你要坐在那边给他打 那么当天的时候当然进行门会有我们自己的保安部队 我们的保安部队 那么保安部队当然会采取他们的策略和各方面的措施 去确保所有的参与者的安全 那么回到这个红衣人的情况 那么如果真的是红衣人先动手的话呢 对怎么办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 当然我们的保安人员会在自卫的一个情况下 保护尽量保护我们的参与者 然后我们同时呢 当然我们也是会要求这个警方插手 因为警方的责任警方的薪水是人民付给他们的这个薪水 他们有这个质责必须要确保采取暴力行动的人被逮捕 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我们也要到时候会有全世界这个媒体来观察 包括国际的人权组织来观察 这一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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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会 集会 那么还有很多的国际媒体有会来报道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全世界去看我们的加码和这些红衣人 到底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真面目 然后他们背后的指使人的真面目是谁 其实红衣人 所以我觉得 所以照您的说法 他还是不可以动 就是如果 如果我是触及者 我还是有人来挑衅我 他们要打我 都是不要回首 那让我强调的一点 其实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 并不是新鲜事 从Berset 3 Berset 4 红衣人都已经有在了的 包括总是当时的 这一个Berset 4 他们也曾经企图主办类似相同的集会 来跟竞选门对抗 最后都显示 基本上都是和平集会 毕竟是人多是众 然后不要忘记 除了对付这个红衫军 警方本身也会动用数千警力 包括证报队都在场 如果一旦有人动手 证报队就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水炮车跟着这个催泪弹 不是竞选门的专利 也应该可以用来对付这个红衫军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说 大家都可以安心的来出席机会 如果我们不来 就证明我们中了他们的圈套 他红衣人就是要引起恐慌 让你们恐惧 然后最好大家乖乖的坐在家里 最好还要像过去60年代 我们的父母一样 在家里买多几包米 然后买多几包米粉 不要出门 那么我们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因为人数多寡 代表一股力量 如果竞选门就是下个星期 这个星期六的大集会 如果人数未大预期 将会让国阵的媒体大作文章 让国阵的媒体大肆渲染 竞选门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人民不支持 人民支持那句 所以我们就因此用我们的沉默 所以我说沉默不是经 沉默是害人经 对沉默是害人经 就是因为你的沉默 所以你姑息 所以因为你姑息 所以你养奸 所以你还养的现在一号监官 这么大的国耻 所以我们要让观众朋友们 了解的就是说 这个竞选门集会是全民大集会 而且是和平集会 让我以律师的角度保证 和平集会是获我们最高国家 最高法律 就是我们联邦宪法第十条 所保证的限付权利 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国民 都有参与和平集会的权利 警方没有权利逮捕你 警方没有权利来提供 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了解到 OK 我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这个被暴力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一个 和平的政权的转换 和这个改革 这个国家的改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真的是 红一人动手暴力 对待静贤门的支持者 静贤门的 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 要以非暴力的一个方式来抗争 因为一旦我们也以暴 以暴力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中了这些签套 对啊 基本上 国政就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说 国家乱了 那么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 就会出容了 嗯 刚才你提到的那个 国家安全理事会 他们就有很正当的理由 来这个 吊销这个 所有人民的这个权益 甚至他们可以就是 控很多的这个封锁很多这个地方 然后 呃 所以他的那个 那个影响波及的是很大的 这个 基本上会影响到整个 社会运动 整个静贤门运动的这个 停滞 因为 你不能再聚会了嘛 因为他可以说 呃 你们的这些聚会 一直就会引起这些暴动 所以 我觉得我们要看长眼一点 所有的 呃 观众 读者观众 必须要看长眼一点 我们不要中这样的一个圈套 而且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 我们的这个抗争 是有合理性 而且我们是以一个非暴力的一个 方式 去抗争 可是在这里我不得不要 不得 要泼大家人水一下 就是从过去的这个Berset 这市场的Berset 集会的反应 跟结果看来 是 还有我们这一次在网 呃就是从网上网民的留言 大家都看来就觉得 诶 你好像在越办越来 越像嘉年华会了 然后又没有麻人出席 然后政府就说 你去办啊 你去办啊 我们 你办完了过后 我第二天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 还是很大烦的出席 在公开的场合里面 所以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样还可以说服人家说 哎呦 你们出来吧 而且再加上现在有这个红衣人的威胁 还有什么样的理由 可以说服人家说你出来 我们还继续的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针对这个即将来临的这个Berset 5 为什么我们要全民出动 嗯 我这边有必要再说明 全世界我们翻开人类文明的历史 任何的改革 甚至于革命 都绝对不会从天而降 这些都需要靠呢 人民的力量 一步一脚印 即沙成塔 即溪流而成大海 慢慢的累积这个力量 从竞选Berset 1 走到Berset 4 不是没有改变 而且是整个民主改革呢 这个整个看到的趋势 至少我们看到选举委员会 被逼推行不退色的墨水 国会被迫推行 成立这个领选委员会 来提出24项 来针对选举的这个改革 当然没有完全落实 但是也不能够说 集会完全没有功效 那么其中他叛演另外一个 最大的效能 就在于 启迪明智 使到更多的人有这个政治醒觉 让很多过去对政治冷感麻木 完全不关心的各族人民 开始了解关心国家的未来 而甚至于放下工作走上街头 这些都是这一场 又一场Berset 5 在Berset集会的这一个 所做出的这个贡献 当然我们没有认为说 任何的改革会 靠一朝一夕 就会突然间有 我们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 但是我们看历史 美国也用了211年 才选出第一个黑人总统 中国的孙中山也改革了 革命了11次 最后才成功推翻满清王朝 Nelson Mandela也做了27年的监牢 才最后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 现在的这个缅甸的昂山数字 也被软禁了15年 现在才成为成功的改朝换代 所以改朝换代绝对不能 不是属于我们玩泥沙的游戏 改朝换代是民族的伟业 国家的使命 它需要每一个人关心 真正关心国家的人民 勇敢的站出来 用和平的手段表达你的心声 一个脚印 一个力量 一个声音 所以一个人是一份声音 到十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到五十万人 他就是一股浪潮 五十五百万人 他就可以达到改朝换代 告别腐败的这一个历史的使命 我只是想增加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今天说这个大机会没有效果的话 对 国政都不需要奴隶大地 Berset 1 2 3的时候 警方不需要这样大阵战的去镇压 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到今天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Berset 5 是不会有效果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花这样多的这个 甲马和这些红衣人 去做这样多一个恐吓 去到处去阻挡这个进行门的这个车队 如果是真的是没有效果 他们就 你们进行吧 我们全部坐在家里摇角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进 当然他们是希望说 这个不成气候 然后你们只有小猫两三次 那么如果是真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话 他们真的是在进行 大笑了 这个就是中了他们的那个 他就是要看到你们 对了 他们就达到他们这个目的 然后把你整个社会运动的那个 那个动员完全被 完全被压下来 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 Berset本身它是有200多个非政府组织 所成立的一个联盟 他本身是中立的 在野党跟他站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认同他的诉求 他的理念 有一天 如果改朝换代 希望联盟上台以后 Berset还会存在 如果我们成立了新政府 持平而论 我讲一句公道话 新政府如果没有符合民意 没有推动干情公兵的选举 Berset 6 Berset 7 就会来推翻 由西蒙 或者是西联成立的政府 所以这个压力团体 他有他的角色 他必须在监督 因为只有当他们的使命完成 国家有干净公平的选举 最终得意的就是我们的子孙 让马来西亚 从半成熟的民主国家 过度成为一个真正民族 成熟健全的民主国家 那么在这种有健全的制度底下 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的 就是我们的人民 所以这个斗争是全民的斗争 而且这个监督 不会因为换了政府就停止 Berset会在那边继续的盼演 监督和制衡的角色 新政府上台如果做不好 一样的Berset会上街 这是我们给未来政府的一个警告 我是讲公道话 像现在加码这样子的 一直在乱 一直还有这种所谓的暴力 挑衅 语言挑衅 这样子的行为 像你觉得要怎么样去解决呢 就如果政府方面 还有反对党 人民 你觉得应该要怎样去解决这种 当然我觉得从两个角度 第一 就是我们刚才之间一路都在谈的 就是整个执法当局 应该判演好他的角色 判演执法的角色 逮捕提控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无论是媒体和公民社会 其实都不应该把这个跳梁小丑 给予他太过太多的关注 他的一言一行 我们只当他是这一个 红毛丹精神病院出来的病人 当大家都认为他是有精神病的 没有人给他过多的关注 他就在社会上引不起联谊 每天都有神经病的人 在街上走来走去 为什么星座之报不去报导 这简单的道理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有巫统撑腰 在背后搞三搞四的满城风雨 但是如果媒体都不去踩他 每一个媒体都不要报导他的新闻 看他能够做什么 他喊几天 只要有一天老板不出粮了 他根本就没有力再喊下去 因为我们看到面子书 他去当今大马示威 很多出来示威的人 在问子书问他 他说他一天收了70块 反正没有工作做 有人给70块 他不是去站一下 所以我们大家都了解 这是公开的秘密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如果是我们所有的人民 要怎样解决加码的问题 一个当然是制法上 政府必须要采取行动 但是人民一定要施压政府 去采取这个行动 因为政府就像我们刚才谈的 他其实就是在背后指使加码 但是如果有足够的压力 来自人民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他即使没有采取行动 他也必须要做出一些象征性的一些动作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解决那个根源的这个问题 加码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他觉得他可以煽动这个马来人的情绪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去让更多的马来同胞 了解我们国家的问题 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手法 基本上是把整个国家 带朝向更糟糕的一个方向 而且这个的祸难不只是非马来人 马来人本身会面对更大的一个问题 今天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到 马来社会的这个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看法 已经是越来 分歧越来越加深 越来越加深 如果是加码这样的一个一号人物 在98年之前去搞这些东西 可能就会 很快他就可以召集几百万的人上街 但是今天为什么已经没有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马来社会已经在转变 而且这个转变是越来越明显 这是你们所观察到的 而且马来社会的这个分歧也越来越大 甚至包括马哈利 这一派的人所得到的马来社会的支持是越来越大 而支持Najib的马来社会的人是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清楚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要无谓的恐慌 掉入他们的拳套 不要无谓的恐慌 然后他们当然他们会继续制造这些恐慌 但是我们要理智的去看待这些恐慌 然后看到整个国家的这个大方向 然后我们要争取更多马来同罢了 他说他会号召三十万人 在当天的时候去对抗这个 这个基本上一句话讲 车搭炮是不用本钱的 然后其实刚才你们大家也是有提到 就是有人其实具于警方这方面 就是有人觉得他双重标准 有人又觉得他其实有做工啊 你看他从机场回来就已经被靠上手铐 然后带去这个警察局了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谈了 基本上这种是叫做 这种叫做橱窗粉饰 Window dressing 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出了 只是做戏给人家看 基本上是做一场戏 那么你抓了之后第二天又放了人 那么就到今天都不了了之 而且不是一次了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为什么19个国会议员 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全部要上法庭排队 排队上法庭 做么加码不用 他是不是比国会议员更大 所以你讲的重点里面就是说 除了警方要抓他之外 更重要的是 总检察署那边要提控他 真正提控他 然后把 现在连提控都没有了 完全没有 这个是很明显的了 一目了然 全部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而且很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同意 这个管制这个机会的质疑 但是如果真的要管制的话 那么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对待 公平的对待 我们看到加码 他带大队去 马来西亚基尼去示威 这个是导弹 他肯定是没有sertain的通知 违反了和平集会法令 为什么你要用这样严格的标准对待 禁前门和其他的公民组织 但是当加码的时候 也没有说 警方在报纸上公开的说 警告人民不要参与 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这个是一个非法机会 他们没有向警方通知 这个做法是完全是双重标准 所以我觉得警方肯定是需要向人民展示 他是专业和中立 他是专业他是中立的 对 那么这才是皇家警察应该判言的角色 对 而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靠向一方面 这个不是人民付他们薪水的目的 这样最后一个最后一道问题 我想说有人是觉得 现在那个红衣人他们也是要办集会 就说你们不是谁办我就办 如果你们没有办就我们也不办 可是也是有人觉得 就是红衣人你根本不应该有机会 这样你们的看法如何呢 可是你们又强调说 我们都有 我这就我讲一句公道话 红衣人要办集会绝对没有问题 只要你是和平集会 你的诉求是和情合理合法 那么有没有人要去那是认随均辩 但是不是因为竞选门办集会 你就故意来办集会来去搞对抗 那就不对了 那个是蓄意来导弹 那个是蓄意来制造恐慌 这个引起恐惧 这个就是完全畜师无名 人家说一定要师处有名 竞选门是光明正大 堂堂惶惶 五大诉求 既会目的明确 诉求合情合理合法 那么所以竞选门有人支持 因为他能够引起广大社会的共鸣 认为这个是有必要的 认为他的诉求是绝对对国家 未来长远的利益 是还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人民才愿意踊跃的出来 你红衣队 师处无名 搞来搞去 就是那一套猴子戏 还表演一大堆用木材打身体 这种简直就是三番流氓 根本是一笑大方 全球笑柄 除了让马来西亚蒙羞以外 你有对社会什么贡献 他的诉求是为了什么 你叫他讲出来 他完全实处无名 就是因为你们 他们我们在国会辩论 巫统的部长最想说的 你看他的逻辑 最少你们是黄一队 你们不要吵 继续享受他的天文数字的存垮 然后你们不要办集会 他们就继续当官 这是什么国家 这根本就是荒天下之大谬 我总结要讲的就是说 Bersey为什么重要 我们拿回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阿巴拉罕林肯 一个国家民主要健全 他的政府必须是 明知 明有 明想 This is the only legitimate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is the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from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马来西亚今天的政府 就不是完全没有民意的 他已经是失去了广大民意的支持 而且丑闻长生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要问全国的兄弟姐妹 大家还是一样的保持沉默 这样你是不是鼓励他继续为非坐载 继续自首遮天 继续让马来西亚沉沦 如果你不认同 10月19号一定要一传十十传百 11月19号 星期六 大家一起下午2点 独立广场见 独立广场见 我是觉得红一人的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从一个民主和人权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是有这个权利去搞这个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宪法之下赋予所有人民的这个权利 同样是行使这个宪法之下赋予人民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有两场的这个思维 即使你是来抗议我们的这个事的这个机会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的手法是非暴力的 非暴力的 是和平的一个方式 那么警方的质责呢 就是必须要确保他们是和平的方式 我们也和平的方式 那么两方面都表达你的看法 都表达你的对这个课题的观点 那么这个是促进整个民主的这个民主的过程 因为有不同的观点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和我也会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你有这个权利发生 我也有这个权利发生 但是我尊重你发源的权利 但是我尊重你的权利 你也尊重我的权利 我觉得 所以警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看警方怎样去处理 19号的这个机会 那么人民和全世界也在观看这一场 这一场的大机会 你们那时候预料会有多少人会出席? 我们一般上都很难预料 我们每一场都是 我们就是尽量做 尽量宣传 然后尽量让所有的人 一船舌舌船牌 然后像我们在Berset 4 我们根本没有想象到会有这样多人出来 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bonus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很重要的就是 让更多的人接到这个信息 那么让更多的人去破除那个恐惧 然后站出来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我们必须要自己来争取这个国家的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利 而我们也要需要了解到 这个抗争不是各天一天一夜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长眼的抗争 你看全世界的国家的民主化的这个过程里面 并不是说一场示威就定天下的一个东西 而是有很多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来争取这个权利 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抗争的一个过程 我想补充最后一句话就是总结 马来西亚目前的居士 套宋朝宰相文天祥所说的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不能够等其他国家来打救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是每一个国民都有这个责任 你是再无旁贷 亦不容辞 而我想讲 像所有在场的观众们讲一句话 你今天可能可以想要自明哲保身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你不站出来 将来你会永远站不出来 好 已经节目到这里 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了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你们的宝贵的意见 好 我们下个星期三再见